台湾演员赵小乔与刘亮佐去年12月登记结婚 9月10日在台北补拜婚宴 两人相恋多年南方离异欲有一词 赵小乔将孩子视如己出 一直陪伴对方成长是一位好鸡母 今年37岁的赵小乔曾是乔杰丽艺人 与陈乔恩等人组成七朵花 今天台剧王子变青蛙的两位女主角 便是陈乔恩与赵小乔 婚宴现场星光异役 伴郎伴娘团共六对 其中三队为乔杰丽的成员 伴郎为王少伟 严刑叔 追脑 伴娘则为陈乔恩 赖薇如 屈敏杰 另外三队则由流量佐的儿子 全眷的同学担任 孙协志 王玉蓉也赶来参加婚宴 现场宛如乔杰丽同学会 伴娘群以经验丰富的陈乔恩为首 她正在内地赶拍新戏 时日凌晨两点多才抵达台北 一早六点又起床化妆 戏宴结束晚上八点 就要赶回去继续拍戏 继续吃烟戏与安逸轩的婚宴之后 这是乔恩第三次当伴娘 大笑颜已经将所有的限额都有光了 新郎新娘彩排 陈乔恩一直陪伴在身边 乔恩说她只要回台湾 就会与赵小乔聚会 七朵花的群组从来没断过联系 如此好感情 又怎能缺席对方的大喜事 婚宴上很多宾客都是全中明星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两岁网红 不补 她在父母的陪同下道场 可能因为形成太紧密 一代网红 不敌疲劳 进入昏迷状态 由老父亲修杰凯抱着金肠 步步睡得香甜 老父亲单手举着她 那只手还要凹造型 行吧 果然不容易做 旁边的妈妈贾金文 微笑面对镜头 这一刻 她父子的任务是貌美如画